另外在公商消息方面呢 美美最大的亚洲商品购物平台亚米网 与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 日前在洛杉矶工业市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 双方将共同致力于增加美国市场亚洲商品的多样性 为在美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亚米网首席营销官艾伦林 与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食品输出理事白珍硕 出席了此次签约以士兵致辞 艾伦林表示亚米网创办的初衷 就是要把最好的亚洲商品带到美国 让在美国的同胞和亚裔过上更便利的生活 我们是希望基于我们在美国服务的群体 包括我们华人在亚裔群体为主 我们是希望到韩国甚至其他一些国家 努力去开发一些新的产品 把全世界最好的产品带来给我们的客人 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 也是我们当初成立这个公司的一个初衷 创办四年来亚米网一直不断努力 丰富产品种类增加商品数量 以拓宽用户的选择范围 目前亚米网在售的韩国商品超过2200种 涵盖食品 美妆母婴生活家电等类别 2016年亚米网韩国商品销售额高达760万美元 而今年该数字预期将超过2000万美元 签约后双方将在共享市场信息 开发新产品等方面深入开展合作 通过多种方式提高亚米网用户 及美国消费者对韩国食品的认知度 作为一家在美国深耕发芽的年轻华人企业 亚米网用户超过50万 四主营销商品万余种 与多个知名品牌建立深度合作关系 这不仅为亚洲品牌和亚洲商家 在北美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亚洲产品及文化 向美国主流市场渗透 凤凰卫视网好 洛杉矶报道